美联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调整 是对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 跨境资金流动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影响变量 所以受到高度重视 应该说距离上一次美联储释放 这个紧缩信号的是2013年 快十年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 中国经济发展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应该说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和更高水平的开放 那么我们觉得 在这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变化 对于当前来说 我们更有信心和更有条件 来有效地化解美联储 这个货币政策调整 对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那中国的外汇市场的 还是应该说 有望延续平稳运行的 这种发展的态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